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先講六月份的特質 六月份的特質是特別有意思的 它有充沛的太陽的能量 它有無限的熱情想去綻放 但是脾氣是一大關 根子年的六月份出生的 它的脾氣是一大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只要六月出生的 就是神數是六的 通常脾氣一上來 都是先毀天滅地的 然後六青不認的 把脾氣發完再說 我們看了太多的案例了 尤其到了根子年 因為根子年這個根筋是一個大刀 然而六月份出生的 它有太陽的能量 它會有一種相互對抗的概念 就像那個火可以把精子給熔了一樣 所以根子年其實最需要過的 在整個一整年是情緒觀 六月份出生了 在根子年一定要過的就是情緒觀 特別的重要 特別的重點 重的重點 就是在跟別人交往互動過程當中 學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練習 就是自己是情緒的主人 而不是情緒成為一個主人 所以六月出生在根子年 尤其是上半年 上半年如果你今天忘了真正的修行師修正行為 你忘了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你忘了其實外在的一切都是你內在所投射的 而你反倒上半年你影響了別人或傷害了別人 下半年你可能會成為更無辜的受害者 這是我們可以預見的六月份出生的 神數是六的很重要的特質 我再說一遍 如果上半年你很多人際關係的觀沒有處理好 包括你內在的那些受傷的小孩的能量沒有處理好 有可能下半年你會有更多的事情反撲到你的身上 你會覺得哇 我好無辜我是個受害者 所以六月份出生了神數是六的 在根子年在金屬年一定要特別的記住 最大的禮物最大的功課 不是你賺了多少錢 而是你能夠克服自己內在的無力感 同時並避免成為受害者 這是全世界最偉大的成就 所以六月份出生的一定要學會 真正跟自己內在的小孩好好的相處 給自己內在更多的疼愛 不要取悅任何人 因為任何的取悅都無法達到任何關係的圓滿的終點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學會了第一堂課之一 第一個是物化 開始貼標籤 這個是筆這個是書 這是爸爸這是媽媽 對很多人事物都在貼標籤 第二個功課是學會取悅 你不好唸書我就不愛你 你不好唸書就不給你花錢 就開始取悅了 所以六月份出生了呢 他其實內在他有很大的能量 他想要證明自己的價值 而且情緒呢有時候 就像那種水桶桶一打開 哇那個水就 那個溫度很難控制 這個所謂的人熱交集 會把你燙到 會讓你冰到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呢 尤其到了庚子年 他是一個驗修 你過往十幾年二十年 甚至更長的人生歲月 修行的成果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 所以六月份出生了 一定一定要去學會 要學會好好愛自己 同時學會更好的 盡納這個世界 然而在投資的層面呢 要特別記住 上半年你會有一種衝動 看到不錯機會 我就想去抓 然後呢 但是記住喔 六月份有一種能耐 他常常有時候 會把錢花得乾乾淨淨的 而且常常有理由 把錢花得莫名其妙的 多得出去 所以這個過程上 六月份在投資上 他會有一些不錯的機會 但是我建議還是先把本業給做好 這是上半年的建議 同時呢 下半年的建議呢 就是在整個投資上 任何人找你投資 有十個 你只能答應一個 或者是有二十個 你可能答應的零點五個 就是意味著很多的機會 你要學會篩選再篩選 很多的投資者 為什麼會失敗 他們站在風口讓間的時候 看到很多好不錯的項目 就有個說法 只要站隊風口 在互聯網上有個說法 豬都會飛起來 所以意味著是 很多人在風口上的投資 他會覺得有機會就上 有機會就上 那我失敗了二十個 我成功一個 可能我就回本了 但是呢六月份出勝 在庚子年不能這樣玩 你要去謹慎到謹慎 你有十個 你可能五個是很有把握的 但是你要選出五個裡面 最終的那個 投資那個就可以了 然後好好去修練自己的狀態 通常人會出問題 不是這個人出問題 而是他的狀態出問題 OK 所以六月份 其實用一個嚴格的說法 最重要的功課 就是狀態管理 情緒管理 學會要好好的愛自己 可以同時進入這個世界 這是很重要的功課 OK